大家好,我是霍兰 我是一个脱口秀界的新人 很多人问我说 作为一个脱口秀新人 上脱口大会你有啥感受 我能有啥感受 刚才进来的时候被保安拦住 差点没进来 真的,还是B干导演 看见之后来过来帮我解围 结果他也被扣下来了 今天来了真的很多童年回忆 蔡明老师家喻户晓 当时跟郭达合作了二十多年的春晚 被称为打女郎 蔡明老师人特别的好 我们刚才去跟他去对稿 然后就不好意思 他说就这么当着人面 去吐槽王晶黄生衣 这不大好吧 就迟迟找不到那个状态 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我跟他说这样子 你就把我当成潘长江 这样有个小貌 他咔咔咔咔 骂了我半个多小时 这些年蔡明老师的确在跟潘长江 在合作嘛 每年春晚之后 就看到网上很多评论 对吧 对蔡明老师的批评 吐槽 还有少量的肯定 如果你去看后台数据的话 这些肯定主要来自于香港地区 认诚宋丹丹了 蔡明老师自己心里特别的强大 对于这种评论不为所动 就只剩拿小本 默默全都记下来 第二年春晚上骂潘长江 对吧 把潘长江都喷懵了 同样是评论为啥你有声音 郑泽氏 郑大哥 长相特别憨厚的一个大哥 而且凭借这张憨厚的脸 他的戏路特别广 就一正一邪 演正派 一脸忠厚老师 演反派 一脸忠厚老师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光演戏这张憨厚的脸 能给郑大哥带来好 之后来就经商 凭借着这张憨厚的脸 赔了两千多万 欠了很多钱 欠钱之后 人家也没想着去躲避 就一直努力派人 散播着自己已经去世的谣言 结果观众都信了 债主没信 然后黄胜一 大家都说什么 演员的诞生里面 海娃那段演得不好 我觉得演得挺好的 都要抱着脑袋在那边摇嘛 我真的觉得演得挺好的 就只是搞不懂 你海娃都丢了 怎么还有心思在那蹦迪呢 黄胜一真的很漂亮 就当年看功夫 就那种经验啊 就当时就觉得 哇 怎么会有人比火云鞋 什么漂亮这么多呢 毕干 被称为才华横溢的新锐导演 喜欢参加各种电影集 荣获各种奖项 听说四大大会有TOW KING 自己带着片子就来了 厉害你之前还喜欢写诗 特别厉害 喜欢在QQ空间里面写诗 要么怎么说人家的电影 空间感那么强呢 难得这么文艺的人 就是这么接地气 他不理解 我问他 你写诗为啥 非要在QQ空间里面写 他解释得特别合理 他说偷菜方便啊 咋的你这边偷菜边写诗 你写的是田园诗啊 你是QQ桃园明白 你写诗你还开个QQ音乐 你还能写出岳辅诗了呢 我们主咖王精 大家都说人家拍烂片 就没想过那些烂片 可能都不是王精导演拍的 就冠名王精 就是为了平息观众的怒气 真的花了几十块钱 看完了什么玩意儿 刚嘴边骂一看导演王精 算了对吧 怎么说呢 那片子要 导演要不是王精 都不足以平民分 说实话 真的这些年 我越来越不喜欢看这种 沉重深刻的电影 我就喜欢看那种 看一会儿就能睡着的 就是王精的这种电影 真的 我觉得现代中国人 不缺深刻就缺教 他们每部电影 我都会去电影院花钱支持 这王精两个字 在我看来 那就是质量的保证 睡眠质量的保证 一听说王精老师 有信念上映了 恨不得脖子上 套个睡枕 就过去支持 看完了睡不够 还问哪里有 澳门风云三步连看 看完还去前台说 再给我来一张 最近的澳门风云 快点的 说不定这梦还能接上 所以说前段时间 看你追龙 就看得很郁闷 就省色工作一天了 累了对吧 去演员院睡觉 放松放松对吧 看了十多分钟 绝对不对劲 还挺好看 看两个多小时 累死我了 真的是 我这睡裤都穿上来 你给我看这个 你是王精啊 这是你该拍的电影吗 睡枕都摆正了 你怎么自己的位置 还摆不正呢 其实不管王精导演 拍好片 拍烂片 我都会去电影院支持 烂片我就睡觉 好片我就保持清醒 希望更能更快看到 比追龙更牛 更好看的电影 谢谢啊 我是霍兰 谢谢